这次的模拟赛呢 在混伤项目上一共是有16队选手参加 第一轮许欣和刘诗文是战胜了于子阳和陈毅 那么周宇和陈信同是战胜了周凯和卓嘉 大家也给这一对组合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风与同舟 去年在德国公开赛之后呢 刘诗文是做了首部的手术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恢复当中 也没有参加国际和国内大小的赛事 那么在今年1月份开始 刘诗文也进行了有球训练的恢复 而且呢每天都会 两个人都会在一起 在进行混双的训练和磨合 上个月在全运会的资格赛当中 我也是到了现场 当时采访许欣 许欣认为刘诗文 其实现在恢复的相当不错 上个月的时候 她觉得自己的搭档啊 已经是恢复到了七成左右 而且这一对组合 无论是从打法上 还是从年龄的结构上 都是非常的合适 两个人呢也一起 大台北的正义镜 林云如 包括印度的这个巴特拉和阿成塔 都相当的有实力 不过还有一对 其实实力非常强劲 也对新闻组合 造成过很大威胁的 李尚珠和田智希 这一对到目前为止 反而还没有获得 东京奥运会混双的参赛资格 陈兴彤的直线塞得漂亮 陈兴彤在这一次的直通比赛当中呢 单打目前也是从小组才突围了 终于今天上午呢 是2比3 最后遗憾的不敌马龙 没有能够从小组当中出现 马中峰知道 那周宇和陈兴彤这一对的搭配 男子是左手 女子呢是右手 两个都是横板的两面反交 其实大家呢 可以把他们去想象为 中国台北的姐弟组合 就是郑一静和林云如这一对 从打法来说是相似的 空之台内球抢上手 哇 漂亮 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对于许欣来说 确实也是考验 在单打失利的情况下 怎么样去尽快地调动 再重新地投入到混双的比赛当中 其实这个情形和2019年 布达佩斯视频赛当中 有一点类似 当时许欣也是在 单打输给西蒙高瓷的情况下 其实和刘诗文的混双 两个人呢 也是非常艰难的一路走来 最后拿到了 布达佩斯视频赛的混双冠军 这其中许欣也经过了很多的去调整 还有重新的调动 开局双方进入状态都还是相当的快 第一局目前打成4比4 许欣的一个抢拉直线失误 好球 双打比赛当中前三板相当的关键 大家都会去抢这个发接发 争取率先上手 形成主动 那其实周宇和陈信彤 这一对组合来说 虽然平直不是作为一个固定搭配 但是两个人在自己的单打 实力上属于还是强强联合 尤其周宇也是国家队当中 这个左手选手 也是很著名的这个双打和混双的好手 6比6 6比6 还是控制台内球 哇 哇 好球 这球周宇还是等在进台啊 直接反拉了许欣 漂亮 再来欣赢一下 再来欣赏一下 纸板的一个销球 这样非常贵的处理 反而让周宇出现了失误 低举比分来到7比7 再来欣赏一下 再来欣赏一下 把一个逆旋转 有点擦网 哦 好球 这球周宇的上手 也是盯着刘诗文的站位 晃拉了一个直线 漂亮 周宇和陈兴彤这边打的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像现在新闻组合落后两分 一个无畏失误啊 这个球跳出界了 周宇和陈兴彤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漂亮 看到刘国梁主席李小冬指导 还有陈启 陈启我们刚刚也提到是许新现在的主管教练 并且呢也是混双这个组的指导教练之一 新闻组合落后两分 10比8 好球 这球防得不错 漂亮 许新和刘诗文两个人在打法上 首先是一左一右 其次的站位呢 也是一前一后 一快一慢 错落有志的一个站位 所以我们看在相持当中两个人的这种跑位和补板还是非常的流畅 连锥两分 这球败高了 直接吃了 这样11比9周宇和陈兴彤拿下第一局 好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这球还是揭发球界的不好 我们看双打当中其实还是很考验男选手的这种上手的能力和杀伤力 周宇连续两次的抢攻 限下两分 周宇连续三角 3比1 你旋转 漂亮 周宇的反手 是他最好的一项技术 而且非常有力量 所以常常他是在中远台 是能够主动发力 包括去反拉反冲的 这局一上来 周宇和陈信彤 开局大了一个5比1 周宇和陈信彤 抢弓 许晴根本 哇 这球摁得好 可惜了 陈一彤在这个回合当中 我们可以在慢动作欣赏一下 这个防守当中 主动发力摁的这一板 其实相当的惊艳 有点可惜 接下来其实周宇的衔接没有跟上 应该换作正手来接就好了 新闻组合追会一分 6比2 漂亮 这时候在场面上 新闻组合比较的下风 两个人这个时候 也是一定要去相信队友 刘士文之前也说过 真正站到奥运赛场的时候 能够相信的就只有彼此了 伴出来直接抢弓 周宇这球防得漂亮 角度很大 马军锋指导呢 现在是在女队指教 包括像这个钱天一 就是在他的组里 4比7 嗯 有点可惜了 许多这球没有拉上 打到现在呢 还是有一些无位失误 你旋转 你旋转 回摆 雪芹上手 很转啊 这个球拉过去 对于陈信桐来说 确实防守的难度也比较大 所以在混状当中 其实也要去考验女选手 能不能有去防 对方男选手 去扛几板的能力 漂亮 又是雪芹的反手 直拍很横打 这一排顶的还是很坚决的 六比九 雪芹发球 高抛 六十分抢上手 哎呦 这球有点擦网 许芹再来 哇按得不错 漂亮 哇 这应该是开场以来 双方回合最多的一分了 这分当中 其实周宇和陈信桐 配合得相当好 尤其是陈信桐在进台 坚持快速 坚持补板 出手的速度很快 这样周宇和陈信桐 拿到第二局的据点 好球 解法球有变化 看到周宇想侧身了 推了个直线 林加油 陈信桐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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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京 陈信桐加油 呲长 新闻组合再追回一分 好 我最 من一分 OK 其实现在对于 喜庆和刘士文来说 在东京奥运会上 很大的一个备战的难度 就是来自于 对于对手的不确定性 因为现在 国际赛事停办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是 不太能够看到 对手的表现 包括他们配合的状态 熟悉的这种打法和线路 所以这无疑当中 也是为我们增加了很多 备战的难度 8比10 这球其实 许昕和刘士文应该是算好了 但是周宇确实揭发球 拧冲的质量很高 也顶住了许昕 这样11比8 风与同周组合 再下一局 大比分 2比0领先 当中许昕和刘士文 开局也比较不利 而且呢 两个人各自也有一些 无畏失误 接下来的第三局 还是很关键了 一上来还是刘士文 率先发球 今天陈信桐是真的敢出手 尤其是在进台的时候 很多球非常的有杀伤力 从去年年底的WTT 澳门战的单打比赛当中 我们就会发现 陈信桐的这个出手的质量 有所增加 包括他的反手 这种杀伤力也加强了 这球咒语给的比较轻 阿里士文有点没借上力 快递底线 你看周宇前三板啊 这种台内球的处理 是相当的细腻 白短 劈长 还有主动的拧起来 变化很多 3比2 同房转换 许昕站得稍微有一点远了 今天周宇和陈信桐 打得真的非常合理 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两个人就稳稳地先防住 先上台为主 而没有去盲目地发力 双方开局 打成3比3 有点擦网 掉起来 轻举一个 形成对拉 漂亮 这次文进台 直接快带回头 这球其实毕业的陈信桐 已经比较难受了 加油 加油 我们看许昕和刘世文在场上 还是不断地在调动自己 5比3 陈信桐这个球去用反手拧 跑位之后 其实在视线上 对周宇还是有一点遮挡 吃了 这一局 柳世文开始发勾手之后 反而陈信桐接的不是特别好 中局现在新闻组合 扩大了比分领先的优势 3比7 快批底线 雪芹主动上手 好 好 好 这球看看裁判是给擦边还是给侧边 这分判给了新闻组合 应该是周宇反拉 是一个侧边 连得6分 太不讲理了 这个反手的反拉 今天陈信桐已经有多次 这样经验的个人发挥了 两人的球确实都是非常的爆 今天这场比赛给新闻组合带来了很强的冲击性 反出台 为这门押挖得分 这样11比5 新闻组合扳回一局 双方现在打成2比1 搭档的水平啊 不一定会比其他协会在东京奥运会当中的混双组合的实力弱 甚至是要强于我们的对手 去限制了周宇的侧身 游志文加油 游志文加油 漂亮 这直线锁得好 这样大范围的把周宇调动开了 拿着 对手 在两比三 铭推 双方现在打算 再打算 铭推 到了 两个人逐渐还是加强了出手的这种肯定性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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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摆 控制台内球 小打 最后这个许仙在回摆有一点摆不住了 陈欣彤反手直接推倒得分 高级加油 高级加油 这球有一点擦边 一个信任分 双方都还是非常想去抢这一局的 尤其周宇和陈欣彤拿下的话 3比1领先 胜算就会更大一些 所以这一局 两队呢都打得更加的谨慎 也会去控制场上的这种比赛节奏 在平时的训练当中 不断地去给新闻组合去施压 去模拟在奥运会上的那种残酷的环境 这样等他们真的到了奥运赛场 才不至于去被那个压力所击垮 一分有点被拉开了 4比7 对许欣这边其实接了陈信彤的球 有一点对不上点 有的时候在混双比赛当中就是这样 男选手有的时候接对方女选手的球 其实这个球没有想象当中的质量那么高 或者力量那么大 反而会觉得有一点飘 有一点对不上球 8比4 看守连续地出现失误 周宇和陈信彤再得一分 我们来做的 起こら为一场 我看守连续地出现 你怎么能让你打开一分 我看守连续地出现 我去猫 Chair 我看守连续地出现 成长的緩衝 我们来看守连续地出现 这双丹子势 鑫当中将会拍摄 漂亮 哇 周宇这个反手的反拉 太恨了 所以在相识当中 有的时候还是得去避开周宇的这种 反手的发动和发力 还是得去把它打动 这局对于新闻组合来说 局面比较被动了 10比6 陈信同发球 快批底线 这球批的不好 批的也不够顶 也不够急 有点慢搓给许昕 许昕直接侧身抢拉 应该是刘诗文来接 直接推调 好球 新闻组合抢先上手 这球刘诗文推的还是非常的果断的 加油 加油 王宫加油 加油 刘诗文 新闻组合再追一分 从5比10现在追到了8比10 漂亮 还是这个点啊 引到许昕的侧身位 许昕侧身的反拉 这球对于陈信同来说很难去防 我们再来看一下角度相当的大 所以对于周宇来说也是考验 怎么去限制许昕的上手 因为许昕上手完之后 下一板是陈信同要来防 9比10 好险啊 陈信同的下一板连接没有打上 这样新闻组合连追5分 追到10比10 这一局 是整场比赛的一个关键局 你机会球没有拉上之后 周宇和陈信同这边稍微有点乱了 学习楼试完这边 比分反超 学习楼试完这边 比分反超 两人接连的出现失误啊 没有想到许昕和刘诗文在5比10落后的情况下 一分一分的去追一分一分的去咬 这局打回来了 12比10 再扳回一局 漂亮 还是许昕的正手率先的发动 混双当中男选手还是会去作为一个主要的得分点 有点准备 都是成仆刀的 因为我初日本开始 5个三 2比1 没高人 加入 audiobook 好球 追途掉了一个血腥的正手空 electromagnetic 许行和刘世文还是得需要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去注意抓开局 这局开局也是一上来落后 哦 侧切一个好球 这尤其是周宇接罚球拧的还是很转的 刘世文也使出了一个侧切 这球侧切是切得很转而且不太走 杏心红没有和尚位 5比2 这直线摁得好 好多当中的反拉 再一个侧身的直线 打到这种多拍的相持环节 其实刘世文跟许昕的出手线路还是很清楚的 这球刘世文也是看到陈信同小王正手跑了 紧接着塞了他一个这个反手位 其实这都是平时训练当中的一种反应 两个人平时除了练单球每天也会在一起合练多球 练的就是这种相持的跑位 哇 这直线穿得好 这场比赛对于周宇和陈信同来说 两个人是没有任何的压力 所以在场上他们是没有包袱的一方 可以去全情的发挥 反拉 周宇和陈信同现在在第五局继续的扩大比分 漂亮 哦 差一点啊 再来看陈信同反手的一个暴拧暴拉 然后周宇随之配合反拉 比分进一步的被拉开了 其实新闻组合对这场比赛啊 还是有压力啊 就是直接反应到两个人的出手上 而周宇和陈信同是没有任何包袱的一方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们更能够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实力 去享受比赛 被动的情况下还是要两个人坚持住 一分一分的往回追 哇 漂亮 啊 这样周宇和陈信同其实 跑动当中跑到一边了啊 右半台的空档就露出来了 周宇文直接快带一个中路的空档 其实陈信同这个球侧身拉得非常不错啊 但是对面站的是男选手 站的是许欣 对于男选手来说 反拉这个球难度并不大 哎 第二个了 所以对于陈信同来说 并不一定上手的球 主动的球就是好球 你要得考虑这个轮次 你对面站的是谁 如果对面站的是女选手 可能这一分就是得分或者是建立优势 但是站的是男选手 你的球其实是比较容易被对方去反拉的 分差缩小到三分 对 其实像这样的球没有去发力啊 一个中性的回球 反而落点比较浅 然后许欣站位站的远 也没有介绍力 周宇和陈信同再次拿到局点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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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好球 陈信同的衔接有一点慢了 这个球稍微等了一下 加油 刘世文 这边去 防了一个半高 陈信同这边稍微 有一点卡着了感觉 啊 掉位了啊 西门组合追回一分 还是继续发勾手 漂亮 周宇和陈信同这边也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十比八 哦 接下来的这一分呢很关键 字幕组合 好球 小会 确实他职赖 比较冷 慢一点了 追到了10比10 这局也相当的不容易啊 6比10 面对对方的四个局点 两个人一分一分的又打回来了 这也还是暴露出来 周宇和陈信彤这一队在 领先的情况下 还是有一些保守 时评 许欣发雄 好球 许欣和刘诗仁比分反超 两位老将在比分段落后的时候 还是相当的有任性的 一分一分的去要 关键分上也是很敢于出手 周宇发球 这球接发球 刘诗文接得不太好 这球推的质量太一般了 陈信彤直接侧身抢拉 十一平 刘诗文发球 还是勾正手短 取行抢上手进攻 其实在这个刘诗文 对陈信彤的这个临次 刘诗文发勾手 还是相当的有用 因为陈信彤没有太好的 直接起板的机会 也不是能特别好的 去控制许欣的上手 这样刘诗文的发球 就为许欣建立了 抢攻的机会 取行和刘诗文再次拿到 局点 有了 刘诗文再来 取行反拉 周宇啊 又是周宇的翻手 反拉立功 今天场上的四位运动员 打出了非常多的 这种高水平的对抗 太精彩了 对舞局的争夺相当的残酷 12比12 哇 好球 陈一彤今天的这些反手的 进台的反拉 真的是有一点 超水平发挥的意思了 刘诗文上手的质量 已经很高了 但陈信彤还能够迎着前点 去加速加力的去防守 周宇和陈信彤拿到了局点 直接挑打 取行侧身反拉 漂亮 关键分 事务上还是敢于去坚定出手 十三平 还是继继续发勾手 雪芹测身抢了 依旧是这个得分点 在刘诗文发球 陈信彤接发球轮次 陈信彤的这个接发球 没有办法去控制雪芹的上手 可以全台的去发动 许信彤的正手可以全台的去发动 十三比十四 陈信彤和周宇再次扳平了比分 双方的对抗啊 进一步升级 来到十四比十四 周宇和周宇和周宇再次扳平了比分 哎呀 这是个机会 周宇的接发球 其实接了一个小半高 但这个球刘诗文没挑上 周宇和陈信彤重新夺回了局点 两人一直在商量 这时候双方都没有暂停了 逆旋转直接抢攻 周宇再拉 这样十六比十四 周宇和陈信彤非常艰辛的拿下了 第五局现在大比分三比二领先 两位世界冠军 两位老将在二比三落后的情况下 怎么去配合 陈信彤和周宇这边的气势越来越盛 外比底线好球 再反拉 这个刘诗文的直线塞得不错 哇好球好球 终于这个球 其实没有让开位置啊 但是靠手臂的力量 快带的一个落点 解法球给了一个半出台 许心拉漏了 两个人这个时候在场上一定要去互相的提醒 当同伴这个时候气势掉下来的时候 要给同伴信心 互相打气 漂亮 其实在2019年世平赛当中 许心和刘诗文在面对李尚珠田智希的时候 也曾经在非常被动的曲面下 两个人互相去相信彼此 最终把一场这个处于劣势的比赛逆转了回来 而且最后还拿到了世平赛的混双冠军 好球 再来 我们在这一分当中啊 就可以看到乒乓球混双比赛的魅力 就是这种男女运动员的配合 男选手呢站在中远台对拉 女选手站在中进台 两个人去衔接去补板去补位 三比三 漂亮 舞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闻组合连得4分 好球 还是有一点擦网 还是想去快劈底线 限制周宇第一板的上手 6比4 双方都把比赛节奏控制的比较慢 每一分都扣得很细 白短 陈欣彤先上手 好 是反手的反拉 给到中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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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开长球 陈兴同和周宇 现在又追平了比分 来到6比6 终于还是 非常的有经验 尤其是在于双打上 而且也很注重和同伴的沟通 漂亮 这球现在有点不知道该往哪给了 感觉全台周宇都是能够去反拉 其实今天在上午的单打比赛当中 周宇和马龙的比赛里 周宇其实也是有机会拿下的 然而也是为大家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脚量 7比7 7比7 举行发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哇 周宇这个球围了一个大角度 基本上到了这个正手半台小三角的位置 我们看刘国梁主席陈启指导和李小冬指导全程在关注这场比赛 其实主要就是来关注新闻组合 因为他们已经是获得了东京奥运会混双的参赛资格 周宇和陈庆同现在9比7领先 哎 好球 这球周宇和陈庆同可能是两人商量的 陈庆同发完之后周宇要侧身抢攻 刘世文这球接得很聪明 周宇这个脚下重心不稳 然后摔了一下 希望他没有大碍 新闻组合追回一分 拿到了赛点 周宇和陈庆同 现在在第五局10比8拿到了赛点 新闻组合现在8比10落后 现在是真正考验他们的时刻了 已经是站在悬崖边上了 没有想到 最后一分 这应该是一个擦边 一个性命球 这样周宇和陈庆同4比2淘汰了新闻组合 也算是一场暴冷吧 我们获得东交运会参赛资格的选手 在这场模拟赛当中提前的出局